歡迎大家收看今集好熱氣 今天我去了D2 Place 去看Top Gun 2 Screen X 的版本 其實這個版本其實之前 這套影片4月上映的時候 我已經跟發行商查詢究竟香港會否上映 其實當時的回覆其實還未清楚 想不到我講真的去到今年2022年的壓軸 去到12月終於登陸了香港 我算是在第一個上映的VN去看看 其實今次我已經數不出 我其實是第幾次看Top Gun 但其實每一次看Top Gun 去到最尾的一幕我都有一些雷光位 其實看回剛才我也數過 其實這套影片 它不是整套影片都是有Screen X 的 即是說是三面膜的版本 我其實略略數過 其實我發現當我們和 IMAX 版本比對好 原來發現當我們在 IMAX 版本 看到有 IMAX 的畫面 那時候的場景正正是Screen X 即是有三面膜的版本的場景 我屈指一算 我計過其實Around 就是有約莫 都有一個小時的內容 其實很多時候我發現其實這個版本 總括而言我覺得會是 一個叫做執照 或者說是真的給一些 喜歡找彩蛋的粉絲的版本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例如說一些特寫鏡 我們只能拍到 其實瘡 例如說演員的臉 但去到這個Screen X 的版本 是連一個瘡 即是說周邊環境的細節 其實全部都是入鏡 但有一個小的困難 就是你發現其實除了是主螢幕之後 在兩邊牆的畫幅 或者畫面內容 它會用一個類似的 Outflow 處理 變成做一個過度的畫面 其實焦點都會放在螢幕的正面 但我發現我最初以為這種技術 或者在這種方面 是純粹是劑力性質多 但我發現其實有些長口 例如說說音飛 可能差不多到了中逸決戰 即是 Brewster 和 Maverick 在雪地的位置 打算駕駛戰機找人那一拍 看到其實那個Close-up 其實是拍攝著 Tom Cruise 就是一個大頭特寫鏡 但原來在畫面的右邊 那個位置 原來就是拍攝到 Rooster 一個瘦眉苦臉 摸著臉的畫面 但在之前 即是無論是 IMAX 的版本 或者是常規的也比的版本 都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 如果你們這些粉絲 真的想撿到拌勻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版本 都算是頗為終極 而且這個版本 說真的它都 Exclusive 在畫面 即是說是戲院 其實出碟 或者任何一個串流的平台 其實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 真的自問自己的終極份思 撿到拌勻也好 或者找到更多 這套片的彩蛋的話 我覺得這個版本 其實都可以大家一時 因為真的沒有其他地方 可以去replace 有一點意見 就發現 因為它的幕 比正常的 有一比較的戲院 那個畫面光 變成了 感覺上如果你坐在太前 可能會看到 比較多的幕紋 這部份我覺得可以 如果可以改善到最棒 其次還有 其實我建議大家 買票去看 最好就是坐後 因為你發現其實 左右 其實有很多細節 如果你坐在太近的話 可能可以純粹眼角 都可以看到 但是 如果你要看完整 一攬三個畫面 一攬無遺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因為你坐後一點 甚至可能是 尾椅 甚至最尾那一行 就可以看到 又不用轉頭 這部份來說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心 看這個 Screen X 的版本的話 就可以去做一些參考 今天的影評來到這裡 歡迎大家 真的有興趣 去看了這個 Top Gun Maverick Screen X 的版本的話 都可以留言 看看你的感覺是如何 好了 下段影片見 拜拜